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市场表现不甚理想,前周的票房冠军解释战事男友口碑效应,上映第二周票房已同地下滑65%,仅有870万美元,一口气由票房导第一落,到了第四的位置。 该片已确定将会在中国内地上映,只是具体上映日期待定,至于会有多少删减,是否能吸引Cout片中版,曾为该系列的老板,折服的观众是否会去还一张电影票,我们都拭目以待,迪达沐取代它成为周末票房冠军党,是环球公司发行,斯皮尔伯格的安倍林电影公司,制作的黑色奇幻喜剧片迪达沐的House, 该片在3500多家影院上映,拿下2685万美元开放票房,表现中规中矩,影片由目前幕后双线发展的年轻导演伊莱罗斯, 伊莱罗斯,指导,他过往的导演作品,基本都是任皮克扎托这一类大洒血痒的种特为恐怖片,类似迪达沐这样的魔法故事,对他来说的也是头一遭,迪达沐改编自1973年,出版的同龄小说, 讲述小主人公在叔叔的神秘大屋里探索魔法世界奥尿的故事,迪达沐上映三天,获得不错的观众反响和媒体口碑, 再加上PG级父母辅导级的定位,应该会在接下来的万圣节当期中,获得不错的后续票房,一个小盲保罗维格Porfit,直到的一个小盲上映第二周,拿到1040万美元票房, 做次也由第三升至第二,而上映第三周的恐怖片修女,周末票房同比又有44%的下滑, 即拿到1020万美元,大累积之下,她应该很快会成为整个招魂系列中北美总票房的第二高, 仅次于2013年的招魂本身,这对于一部衍生作品来说,也算是不错的成绩, 应该要归功于今年美国电影市场上恐怖热的回潮,小女初低大屋之外,上周末其实还有多部新片上映, 但票房成绩之不顺理想,纪录片名党迈克尔·摩尔的华氏119, 仅拿到310万美元,这个成绩在北美票房史上, 只能排在纪录片开化票房的第15家, 不仅远远落后于她当年的华氏911,2392万美元, 甚至比不上陆川指导的《我们诞生在中国》,479万美元, 摩尔曾经表示,该建源计划旨在800多家影院上映, 和当年的华氏911一样, 但因为预告片出街后反应特别理想, 所以才决定将发行规模发了一倍, 但就首个周末的票房成绩来看, 或许其目标观众的人数, 还是有一定的限度, 受发行规模大小影响不大, 一生成绩更糟糕的还有亚马逊影业发行的一生Life itself, 该片周末走进北美260, 9家影院, 结果只拿到210万美元票房, 对照影片的主创阵容, 这个成绩真是让人欺虚, 该片由奥斯卡伊萨克, 赛妙尔杰克士,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等明星主演, 曾指比赛车总动员, 魔法奇缘, 和美剧《我们这一天》, This is us, 的弹弗格尔曼, The Fogerman, 天字倒, 弗格尔曼的《这不一生》的剧本 曾上过好莱坞剧本黑名单, 即每年评选出的最被看好 但少未投拍的电影剧本名单, 很被业界看好, 去年年底, 影片制作完成, 亚马逊影业, 环球, 派拉蒙三家公司为争夺齐发行权, 到达价格战, 最终, 不差钱的夜店新贵已高价胜出, 但是晚安没想到, 一生在不久前的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后, 便遭遇影评人的口注笔伐, 至今在烂斑节上的好评率仅有13%, 如今收获惨淡的票房, 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在, 加大业大的亚马逊影业可能, 也不在乎这偶尔的失手, 他们今年以来, 已独立发行三部影片, 除一声之外, 独立导演格斯坦桑特的, 别担心, 他不会走远的, I'm not worried, he will not get far on foot, 和林文拉姆在, Lin Ramsey, 的你从未再次, You will never really hear, 其实商业上也都谈, 不算成功, 但这一类小中文艺片, 显然就对亚马逊的那一位, 暗杀国度相比一生, 另一部新片的周末票房还要更糟, 暗杀国度, The Fascination Nation, 在1400家影院上映, 最终只拿到100万美元票房, 甚至比不上上映有两个月的克里斯托弗·罗宾, 按理说, 改变涉及网络隐私, 社交媒体, 女生评等热门话题, 媒体评论也不算非常糟, 业内专家之前都给出, 略大约400万美元的开化票房预期, 结果却是如此, 真有些耐人寻味, 好在, 负责发行的霓虹电影公司, 霓虹导师力挺编剧间导演的 萨姆·李文森, Sam Levinson, 还拿30年前的希德姐妹帮, Headers来做比较, 趁他当年也只拿到110万美元总票房, 但时至今日却是有口接杯的经典作品, 本周五, 华纳芯片雪怪大冒险, Small Food即将上映, 这是华纳动画推出的第五部作品, 主人公是一群欢乐的大脚雪人, 预告片公布后, 反响不错, 跳房还是只得期待, 却怪大冒险, 9月21日到9月23日北美周末跳房榜一, 低达2685万美元二, 一个小毛1040万美元三, 秀宇1020万美元四, 铁区战士870万美元五, 摘金奇缘651万美元六, 白元南海瑞克500万美元七, 不合372万美元八, 华氏119310万美元九, 巨尺沙235万美元10, 网络密宗217万美元, 金奇缘65万美元四,